接下來帶大家討論這個議題 是有關於SRF電廠 現在竟然是敗部復活了 身為桃園人的小豪主播 恐怕也會很生氣吧 好 我們先來看到 到底什麼是SRF SRF這個是一個可燃性的物質 原本政府是希望能夠 透過燃燒之後 把它變成能源 但是由於SRF在燃燒過程當中 可能會產生一些代澳新 還有重金屬等等的有毒物質 因此其實讓這個地方的鄉親 是非常非常緊張的 但是我們要說 為什麼現在會說 這個三家的SRF電廠 敗部復活了呢 主要就是因為 在之前包含了鄭文燦 大家都知道 她是桃園市長出身的 另外在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還有經濟部長王美花 都有說 如果桃園市政府不想要這個的話 是可以禁字否決的 好 結果沒有想到 桃園市長張善政的確是把這個許可給撤銷 但是沒有想到呢 6月6號這一天 經濟部呢 竟然是把桃園市政府的處分給撤銷了 因此才會引起地方上 明代還有鄉親的反彈 上市立委圖全集就有說 政府根本是前後邏輯錯亂 你之前不是說桃園市政府可以禁字否決嗎 但是現在呢經濟部又把桃園市政府的撤銷處分給 這個把桃園市政府的這個處分給撤銷了 因此他就說證明 SRF電廠從頭到尾進駐到觀音 根本就是一個政治考量 好 桃園市議員吳敬昌有說 執政黨最終決定出賣的 還是最挺民進黨的觀音鄉親 你根本就是想要官逼民反嘛 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觀音這個地方 長期來其實都是挺綠的 民眾是比較多的 因此桃園市議員林涛就有說了 綠營執政下的 還有財團做不到的事情嗎 橫財入照將會撼採所有桃園的綠營政治人物 好 接下來恐怕永遠都不要想在桃園執政了 林涛呢也進一步質疑的是 這當中呢背後的靠山是不是 真的他的背景很硬 才會說讓經濟部下這種決定呢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針對這個部分呢 桃園市長張善政他有說 身表遺憾 未來將會嚴格把關SRF 好 當然針對這個地方 我們要來看到敗部復活了 然後呢當地的居民強烈反彈 好 當然這個地方呢 已經引發當地里長怒轟 像是當地里長彭明聰就說 選前收回推薦 選後又接涉業者的宿願 這根本就是政治考量 當陶市府堅持到底避免將空污留在觀音 廢止由經濟部所合可的入園推薦 淨由賴政府三週就推翻 敗部復活 在現在的執政底下 還有財團做不到的事嗎 原本經濟部就表示 尊重陶市府依法行政的決定 但這個月竟然從環境部到經濟部 通通在幫忙包裝護航 不到半年就變卦 我們就想問到底SF場 你背後是誰 怎麼靠山這麼硬 由陶市府撤銷 經濟部還可以推翻 這簡直是中央壓迫地方就範 桃園市民會深深地記上一筆 所以我們看到民進黨政府的橫財入照 將會駭採2026 所有民進黨桃園的民代 別想再執政 好 剛剛您聽到的是桃園市員林涛他的說法 但是在當地民眾他們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們先來看到 現在是主管機關環境部長彭啟明已經說了 他認為說不應該把這個SRF污名化 因此未來將會做總體檢 但是民眾依舊是反台 因為誰都不想這個電廠就蓋在我家旁邊 好 彭明聰就有說了 中央當初為了政治考量說 陶市府可以禁字否決 但沒有想到在選完之後 賴政府才上台18天 好 短短這一段時間 經濟部竟然突立搶傷 然後打臉自己的說法 因此現在呢 里長已經說了 絕對不允許骯髒的東西入侵家園 好 現在看起來 未來將會是地方又再度槓上了中央 但是我們來看到 這個部分呢 為什麼會讓大家覺得非常非常的緊張 這個是彰化縣環保聯盟總幹事有提到 國際其實針對了SRF 是制定嚴格的規範的 單醫料源像是純質類 製成SRF發電 才能夠被歸類為綠能 但是現在政府做的事情是什麼 為了發展再生能源 竟然把這個成分很複雜的SRF 美化成綠能 根本就是詐騙 也是謊言 因為呢這個物質在燃燒過程當中 是會產生代澳性 也會產生重金屬的 好 我們來看到業界人士透露 其實SRF背後所代表的隱藏商機 可能很可觀 因為呢燃燒事業廢棄物發電 既可以享有補貼的獎勵 而且呢在發電的時候 還能夠享有每度將近4塊錢的 再生能源的盾購費率喔 因此是不是想要藉此來發綠電財呢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 剛剛有說到了 賴清德他上任才短短18天 但是現在呢 SRF敗部復活 好 另外一個例子 大家還立刻聯想到 當初所謂的三接換生澳電廠 外界現在批評是 欸 選後是不是才露出了真面目呢 因為選舉的時候輸了面子 選後就要把這個李子給討回來 好 當然現在可想而知喔 當地的民眾已經引發 很激烈的反彈聲浪了 政府他有他的能源政策 但是他的能源政策 不能強姦 就是影響我們大潭里民生活的品質 那你所有的這個三家 同時進駐我們的大潭里 那我們空屋排放總量 也絕對會超標 那SRF三家又是不成熟的產業 你同時也進來我們的大潭里 那我們大潭里民只能承受呢 後續的行動 那我們現在連署書 我都已經準備 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的經濟部撤銷我們的市府 的那個許可 那個處分 撤銷我們的市府的處分 那這部分最後我們還是要團結我們的里民 來向經濟部做抗議 那一定要做到這種程度 市政府當初會廢止SRF廠商的 這部分呢是依法有據的 此次經濟部撤銷本府廢止SRF 狀案入園許可處分 這樣的一個溯源結果 令人感到遺憾 而對於未來三家SRF廠商的進駐 本府後續呢將落實法官 污染物排放權管理 以確保市民的健康 太陽星全校克肺有一身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有一身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有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一身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有一身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VIVацион V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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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